全球企業樂觀指數 這份數字這個指數非常的重要 譬如說透過這個指數 您的觀察就可以幫助台灣企業 掌握到國際的先機 到底哪些先機 這個指數又如何調查的呢 樂觀指數就是 特別是企業負責人 或者是 他們會對這個景氣的部分 做一個樂觀的預估 50分在我們的定義裡面 就是所謂的樂觀 然後挺積極 那50分以下 我們就會當作保守 跟比較不樂觀這樣子 那不過值得驕傲的是 台灣在前五名的這個裡面 我們高達65.8分 所以我們比美德來的好 是的 好我就說吧 台灣No.1繼續加油 歡迎收看理財最簡線 全球最大商業數據庫 就是美商鄧白氏 他們做出了一份 全球企業樂觀指數 這份數字這個指數 非常的重要 聽說透過這個指數 您的觀察 就可以幫助台灣企業 掌握到國際的先機 到底哪些先機 這個指數又如何調查的呢 今天聽看看 數字背後的意涵 歡迎邀請到美商鄧白氏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高偉仁高總來到現場 高總您好 非常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高總問一下了 鄧白氏呢 針對全球企業的正向樂觀 善用全球企業樂觀指數 其實之前 我有看過媒體登過這個 全球企業樂觀指數 但我還是想問 到底這個指數 一如何調查 調查出來指數高跟低 背後的意涵呢 幫我們解說一下 我們是從全球大概32個經濟體 跨過17個產業別 大概這個經濟體 佔了全球的三分之二的GDP 所做的行業跟經濟體的交叉比對 而算出來的數據 所以GPUI呢 其實至於台灣 是所謂的外銷指引 那我們從這個全球 所謂的這個樂觀指數 就是特別是企業負責人 或者是公眾事業群 政府單位 或是投資大眾 他們會對於這個景氣的部分 做一個樂觀的預估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左下角的圖表中 我們從去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到今年的第一季 那這個是所謂的預測型指數 那大家可以看到 從去年第四季到第一季 分數有很明顯的大幅提升 那就表示說 其實大家在整個樂觀指數上 都是大幅的提升的 那另外我們還有 分別參加了其他四個指數 第二個是供應鏈的指數 那第三個是投資信心 以及財務信心的指數 那最後一個是ESG的指數 那大家可以特別看到 除了這個供應鏈指數呢 我們是看到綠色向下之外呢 其實在全球的財務信心 跟投資信心上呢 其實大家都有很明顯的增長 那大家還可以看到ESG指數的部分 其實是有一個空格 那它的原因是因為說 它是真實反映企業經營ESG的績效 以及它實踐的內容 所以它在三月底的時候 會真是做最實際的公佈跟呈現 高總我問一下 為什麼全球供應鏈連續性指數 它反而分數是往下掉的 是現在產業的供應鏈 出現大家比較偏保守的看法嗎 是的 我覺得就是這個整個是 根據很多地緣政治的衝突 以及氣候變遷的關係 那很多企業它在這個部分 其實因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呢 它就開始加強 比如說在ESG的這個採購 或者是優化在地的供應鏈 大家可以看到 跟傳統的象限圖不同 傳統我們是用均分的 那這一張圖 我們其實中位數 就是所謂的這個 32個經濟體的平均值是57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比較不一樣的這個大小 那我們可以對應到 它底下X軸的季度變化 它就是說每一季每一季它的成長率 而在左邊Y軸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是它的分數 那大家尤其可以看到 就算是目前狀況非常特殊的俄羅斯 或者是南韓最近的一個狀況 它都還是有50分以上的指數 那50分在我們的定義裡面 就是所謂的樂觀 然後偏積極 那50分以下 我們就會當作是保守 跟比較不樂觀這樣子 那不過值得驕傲的是 台灣在前五名的這個裡面呢 我們高達65.8分 那相較於日本的68.7 以及這個瑞士的64.8分呢 其實我們是相當值得驕傲 所以右上方那一格 應該是最優的對吧 是的 所以我們比美德來得好 是的 好我就說吧 台灣No.1繼續加油 你看左下方 左下方俄羅斯不好 但是南韓為什麼不好啊 南韓其實它有很多在地的一個 政策的一個變化 然後還有它有一些企業上的一個束縛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他們國民的這個 還是偏保守的 高總說對了 最近南韓不在鬧這個醫生抗議啊 這些等等嗎 所以呢 政局的安定 企業才有辦法好好做生意 才能夠樂觀看未來 而樂觀看未來 還涵蓋了全球的經濟體哦 因此這張知道了 接下來高總來請上來 台灣企業樂觀指數呢 哎 我們在右上方呢 真厲害哦 連續四季上揚 經濟回溫 為什麼您會說指日可待呢 看一下囉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從2023年的第一季開始哦 從61.3分 其實台灣每一季都是做成長 尤其是今年 分數都增加 都增加 然後其實您可以看到 Q1的時候 成長幅度相當大 就是有點像是一掃一埋的感覺 那所以今天我們這個 Business Optimism Index 台灣的企業樂觀指數 它主要還是對於台灣內部 會做所謂的內需觀察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一樣就是從我們的 全球產業6億筆的資料庫呢 去挑選了這個 隨機抽樣的17個行業 那今天我們就是以 製造業跟服務業的 樂觀程度為舉例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88分 這個服務業紫色的部分 是相當高的哦 那服務業這麼高分哦 是的 因為其實 疫情後這個消費回溫啊 我們都可以看到 非常民間的活絡 所以囉 經濟學家才會說 台灣的經濟呢 是內熱外冷 現在外呢 稍微有一點點加溫了 透過剛剛當百事的第一章 不就看得出來嗎 製造業的分數現在是60 60分 OK OK 製造業其實我們在看到像銷售量 新增訂單 淨利潤 銷售價格 雇用人數跟備貨水準 那大家可以看到 像服務業的部分哦 其實這個樂觀程度 服務業大部分 在六個裡面都領先 那唯一有一個特別的是價格 製造業它更傾向 提高它的售價 然後來來來服務全球 或者是台灣的客戶這樣子 那其他比如在這個 服務業的分數的部分哦 在銷售量 以及這個淨利潤的部分 它是最高的 那就表示這兩個地方 服務業其實它 具有相當樂觀的這個 這個積極的條件 這很簡單啦 你把它想成哦 因為它是服務業嘛 是的 也就是呢 瑞涵便當店 便當本來賣100個 現在都賣500個 然後呢淨利潤 以前我有一個便當賺20塊 現在我一個本土賺50塊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越賺越多 它就有辦法再把店給擴大 投資領域就會更增加 OK OK 完全明白囉 所以高總 最後呢麻煩您 幫我們下個結論 就是以兩張重要數據的觀察 到底台灣的經濟 在未來下半年啊 明年啊 經濟怎麼看 全球的展望呢 您的解讀呢 因為鄧白斯 他以季來做這個發佈 而預測的變化 所以我們看這一季 目前是樂觀也好的 那展望未來 因為我們很多 全世界不可知的變數 比如像供應鏈啊 或者是一些地緣衝突 那相信我們就是會 持續追蹤 每一季的這個報告發佈 然後再給各位最好的消息 現在來看是正面樂觀的 正面樂觀 但是呢 因為太多變數嘛 你看今年11月份 還有美國總統大選了 川普拜登了 所以太多的變數 我們就積極看數據囉 是的 好 感謝高總 非常謝謝您 請回座 謝謝 我就說吧 數據會說話 透過了全世界撈數據 就可以撈出玄外之音了 講到了這個全球企業樂觀指數 如何調查呢 看哦 上面寫得很清楚 為什麼要調查 因為目的就是在衡量 全球企業 你到底樂不樂觀 你現在這道單字 如果看未來的展望呢 所以這個是先行指標 全球企業樂觀指數 分數是上的 還有財務信心 商業投資信心指數 全部都是帶來加分 更美的是在右邊這個欄位 但是全球企業樂觀指數哦 日本 之前亂講過了嗎 日本從通縮經濟 轉成了溫和通膨的經濟 所以日本 我們台灣 台灣現在美國不是有按外包嗎 這些都是帶來經濟產業的期待性 所以日本台灣瑞士分數是最高 我們台灣還贏過了美國跟德國呢 平均分數57 我們是高的囉 台灣的分數高 當然台灣的經濟未來就是值得期待的 看到了這一個台灣內區的觀察 我們的內區市場果然是內陣呢 逐漸的往上爬 爬到今年第一季分數還跳升 漲破越過70分的重要大關卡 而且呢內有多熱 你看製造業的指數也才60而已 樂觀指數我們的服務業 內區市場是來到了88分的高分呢 提醒您包括了銷售量淨利潤 銷售量跟淨利潤 一個是賺的錢一個是賣出的量 很重要哦 只要賺的錢夠多 只要賣出的總產品總量夠多 我的未來業績就會更好 這看的是未來市 以上結論高總 請問正確嗎 正確 感謝您了 今天呢透過鄧白市的數據 我們掌握到了全球經濟 台灣的未來 那麼接下來我們明天見囉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只剩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詐騙超局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LINE群組都是詐騙 請撥答165反詐專線求證 為止 你們的帶路 跟其他及發生 準備 そして nós 呢 有 有 有